由昨晚九點到凌晨 一共有大約二萬個線信 到黃大仙慈上鄉參拜 警方要實施人潮管制措施 夜晚九點鐘 黃大仙慈開放給線信入內上鄉 有市民上鄉許完之後就離開 但亦有人等兩個鐘頭到夜晚的十一點正止時上頭住鄉 不少市民已經連續多年到來 他們同樣誠心上鄉 但願望就各有不同 最重要是每個人都有事做 最重要是你們 今年成績不太理想 所以成績上好些 每年都有市民來到黃大仙慈上鄉祈福 警方就預計經濟不好 會有更多市民到來 所以特別在池裏面 擺放很多鐵馬 實施單向人潮管制措施 由於大甸正在擴建工程 全國黃大仙慈有四成的地方要封閉 善信要先經過余香亭、三聖堂和鄰閣 最後去到臨時大電奉鳴樓 上完鄉之後會有三條指定路線給善信離開 黃大仙持有實施新規定 建議每個家庭之系點九之鄉 不准大元寶蠟燭和大型工品 另外今年首度切電子屏幕 直播池內的情況給排隊的人看 又推出網上上頭住鄉服務 無線電視記者王家俊報道